字幕提供 您是來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上的視頻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能夠讓大家了解 在一些正義性的社會運動議題的背後 其實還存在了更多制度性結構性的問題 透過我們的專訪 透過我們的分析 讓大家能夠只要看 不是只有看熱鬧 而且更重要是看門道 而熱門道其實跟絕大多數人的生活 恐怕都有非常大的關聯性 在10月19號的時候 台灣庫兒權益推動聯盟 在立法院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是控訴今年開始 今年初其實已經在更早之前 也都有類似的案例 警方在同志聊天室的 用網路釣魚的手法 來違反一些執法的標準 我們知道所謂的網路釣魚 其實一直以來 讓原本沒有犯罪的人 透過一些警方的一些 所謂他們認為的辦案 真案的手法 來後來引誘 或者是引導這種所謂的犯罪 一直引起很大的詬病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同志諮詢熱線的秘書長葉盲 來跟我們一起談這個話題 葉盲你好 嗨 管老師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一開始請葉盲來告訴我們說 在過去的經驗當中 警察我們知道他可能對很多的這種 所謂的性交易的這個案子 也常常會用這種所謂釣魚的手法 那在這種所謂的同志的議題上面 這樣的一個事件上面 過去的警方通常會怎麼去做 然後你們曾經接觸過什麼樣的個案呢 其實我們蠻常接到很多同志朋友的求助電話 然後他們其實通常都是在網路上 然後可能一些同志的論壇或網路聊天是聊天 然後結果就遇到一些警方假裝自己是同志 也是同志網友 然後開始跟他聊天 然後引誘他說出一些 其實事實上可能在法律條文上是違法的句子 然後警方就用這個當作證據 然後開始寄所謂的通知書 然後請這個同志網友去派出所或是分局做筆錄 對那這樣子的案件其實熱線這麼多年來 零零星星幾乎蠻平均的都蠻常接到 每個月至少都接到個一兩通都有 對有時候有些高峰其實會接到更多 對那其實這樣對那些同志朋友來說 其實是蠻大的傷害 因為很多同志網友其實事實上是沒有那些反義的 對那通常都是警方誘捕出來 然後請他說出一些話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誘捕其實既然他叫做誘捕 恐怕他並不是一個所謂的正當合法的程序 所以說不定都違反了一些相關的法律 在你們的經驗當中或是在你們的關懷的這種個案當中 警方的這種做法他違反了什麼樣的這種應該有的這種原則 或者是法律呢 其實在法律所謂犯罪 應該說在執行要做犯罪嫌疑或是所謂要抓 犯罪嫌疑人的這個狀況下 其實法律上有個叫做毒蘋果的理論嘛 就簡單說當檢警他們在抓這個當事人的時候 如果他你引誘他這個犯意是被引誘出來的 而因此獲得的證據其實在法律上 理當是不能當作真的法律證據的 對可是我們其實遇到這些當事人 他們其實更麻煩或比較辛苦的地方是 在警察做筆錄的時候 其實通常是不會寫進他是被誘捕出來的 警方不會同意在做筆錄的當下寫進去說 我是誘捕這個當事人出來 然後於是他然後他犯了什麼罰 這樣所以基本上當這樣的筆錄沒有呈現出這些證據的時候 其實等到筆錄送到後面的檢察官 所謂地檢署的檢察官那邊的時候 其實檢察官通常就沒辦法幫這個當事人去證明說 他是被所謂釣魚的 對我覺得這是比較 我們其實在實務上看到很多同志的被害人 他們會遇到的情境 所以其實依照你的說法就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警方是用這一種所謂的釣魚的手法來進行偵辦 那我們在做筆錄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直接說出 你當時是用釣魚的方法來偵辦這件事情嗎 對對對其實在權益上 在人民的權利上是可以要求這件事情的 因為其實做筆錄最後當事人都需要簽名嘛 對 其實所謂的做完筆錄的當事人都需要簽名 可是其實真的在一般的民眾其實沒有做過什麼筆錄的經驗 對那再加上被釣魚抓到的這些同志朋友 其實在筆錄的那個當下 其實通常心情是非常緊張害怕的 對那還再加上很多警察其實在筆錄的過程中 其實通常不可諱言很多警察在做筆錄的時候 其實對男同志通常是比較出言不遜 會講出一些不太好聽的話 對 我就不要舉例 但其實就是大家想像都是那些對同志比較言語攻擊 或甚至嘲弄的話 那再加上 再加上警察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是一般民眾也都不知道 就是警察其實在做筆錄的時候 甚至會說出說 我跟你說其實你這樣講 警察官那邊會判你無罪 他去引導他嗎 對他會去威脅甚至是利誘 然後告訴他說你配合怎麼說 其實後面的筆錄結果 或是送到警察官那邊 其實會比較是沒事的狀態 可是這些狀態 這些言語其實未必都是真實的 對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對於這些同志來說 其實對很多人的講 我想不只是同志 就是第一個我們可能沒有做筆錄的經驗 那第二個其實我們會在很多的這種畏懼 警方的這個權威 因為我們可能會覺得我們今天是一個犯罪者 或是一個嫌犯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害怕 那第三個可能特別是同志 會不會因此會有更大的嚴重的 這種所謂的言語上面的羞辱 甚至是出過的壓力 那這樣子能夠 這樣子一個在實務的狀況之下 真的有辦法 去做這一種所謂的聲明跟這樣的主張嗎 其實就變得很困難 其實你就可以想像一般的同志 單一個人如果真的遇到這樣的經驗 他可以想像那個害怕出櫃 然後被警方這樣吵弄或威脅利誘的這個情境 其實你大概很難想像會有一般的所謂同志當事人 他可以勇敢的堅持在筆錄的當下 在筆錄中要寫下 他覺得應該要主張下的文字 我覺得那個是一般多數的同志其實做不到的 對 我覺得那也跟台灣的所謂對一般民眾的法律教育很有關 因為我們一般的法律教育從來沒有交過一般民眾 不只同志 所有人都是 就是從來沒有告訴我們說在司法的過程中 我們所有一個人民擁有哪些權利 其實這個一般民眾都不知道 那如果這樣子的狀況之下我就也沒有說也沒有主張 然後我在筆錄上面也都簽名了 那我還有什麼樣的救濟的措施嗎 或者是我就只能夠這樣子認了嗎 其實我必須 我們自己在實務上會遇到的狀況是 我們通常在電話中都會在跟打來的當事人確認說 他希望獲得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我們遇過一些不同的狀況 有些當事人他覺得他要力爭他是無罪 然後他要爭取他是被釣魚的 那我們就會跟這個當事人討論說 如果你的筆錄證據真的沒有這些文字 那但是你希望可以爭取你是被釣魚 要跟檢察官控訴這件事 那我覺得他在跟檢察官開庭的時候 當然可以用一些比較強 說強烈很奇怪 應該說比較清楚的自己的立場去跟檢察官溝通 可是有些當事人他其實也知道 我們有些當事人他希望的是他最後獲得的是無罪 或是不起訴或還起訴這些結果 那這些當事人大概就很難有這麼堅定的立場 去跟檢察官溝通或爭執說 我是被釣魚的 他大概只能跟檢察官求情 或是說可能說自己就是無心之過 然後從來沒有犯過任何案 完全不知道這個犯法之類的 他大概只能用這種所謂比較像是表達自己的 回憶的方式去跟檢察官溝通說 能不能盡量判小一點或是判不起訴還起訴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在工作上也不會一直也不會 也是蠻尊重當事人他自己的意願 對啦 老師說 在你們的接觸的個案的經驗當中 我不曉得越忙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更具體的一些例子 因為我想你剛剛談到那個情境是很多人在那個狀況底下 他可能慌了 或者是他可能不知道有些法律上面是可以做自我保護的 可是如果我們在這樣的一個事情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這些同志朋友有什麼樣的一些建議 例如說在你們過去接觸的個案當中警察警方通常會用什麼樣的手法去做這樣的一個這種所謂誘導的方式呢 有沒有更具體的一些歷史跟經驗 我覺得其實警方通常真的就是在同志論壇會假裝自己是一般的所謂同志網友 然後跟你聊天 那通常在所謂的可能公開的對話 甚至是兩個網友之間私密的對話過程中 他會希望跟你談話聊天的時候會誘導你說出一些犯法的行為 那哪些是犯法行為或是比較常聽到的犯法的狀態呢 可能說就是想要跟請問你有沒有要性交易 有沒有要圓交 或者是跟你討論你有沒有可能約然後使用毒品 那警方甚至會說出說那我們各自準備毒品 你準備你的我準備我的 然後我們約在哪裡見面 對那還有包括警方可能會誘導你在某些網路上可能公開的散布一些所謂 可能露三點的圖片 那這些其實背後都有一些法律的條文是警方覺得主觀覺得那個是犯法的這樣子 對 那我自己覺得其實警政署他那邊已經有些所謂的公文已經布達到他們自己的下面的所謂的警察機關 有說到說像圓交這件事情其實他條文是說公然散布性交易訊息 所以警政署的公文裡面是說如果是兩個網友之間的密談那個不叫公然散布 對可是我必須說警察常常也不管這麼多他們抓了之後那其實筆錄之後他們會附上一些證據 那個證據常常是聊天室的一些畫面就是他抓那個電腦的畫面這樣子 那檢察官其實常常搞不清楚那個畫面叫做是不是公然散布還是那是兩個網友的密語 其實檢察官不一定有那麼多的了解 對 所以 對這是我覺得其實我們在檢警看到檢警在辦案的時候常常出現的一些他為了警察為了鑽業機 所以就也不管警政署的命令他就還是照抓 對 如果我們知道這種所謂的釣魚式的這種偵辦是一種違法的或者是他違反了一些原則 那我們在當下也許我們不敢去表達或是不敢去說什麼 可是有一種可能性例如說我們在這個事後其實現在網路反走過的例如下痕跡 我們會有一些聊天室的紀錄或者是我們會有手機的簡訊的紀錄或者是其他相關的紀錄 那這個東西有可能來成為警方來去回過頭來說警方你這樣的做法其實已經違反了一些偵辦的原則嗎 可以當然可以 不過這個就要看當時聊天的那些介面是什麼樣的地方 如果是商業的那種就商業公司營運的網聊天室或論壇的話 可能就的確要去跟那個构詞溝通 那我必須老實說一般的網友個人大概有點難去跟商業公司要求要截取那些畫面 那如果是手機的你說兩個人之間的臉書的所謂的私訊或是Line的對話 這個當然可以當證據 但我也必須說很多警察在做筆錄的時候其實會把當事人的手機搶過來刪掉那些畫面 對 這個也太離譜了 對 他會直接刪 然後其實他就擺明了像這些 然後一般我必須說一般民眾並不知道警方這樣拿走他的手機 然後刪掉那些畫面這樣是合理還是不合理的 對 我想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你沒有想要做這種事情 或是你做這種事情 你再跟他聊天之後 那你就可能具有所謂的吸毒或是有所謂的性行為性交的這種出現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嗎 你自己如果不做的話 你管別人怎麼去誘導 你管別人怎麼去釣魚呢 他也只不過是順著你的事情 順著你的本來的慾望或自己的想法 然後讓你去做的這件事情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應該回過頭來檢討這個當事人的本身 或許有些人會這樣子認為啊 我必須說其實警察署他們自己在針對釣魚手法 自己在內部的法規或是行政命令上也說得很清楚 他強調說這樣的誘補偵查有個最大的原則是 當事人是必須要已經有犯罪的意圖的 對 那我們自己遇到很多當事人 他其實是沒有犯罪意圖的 他是被警方鼓勵說 而且一般網友的聊天 我想可能很多民眾或是管老師你也知道 網友聊天大家都是嘻嘻哈哈 吹笑怒罵 玩笑話其實非常多 他可能就開玩笑說 如果跟你約一晚 也許我必須說他可能只是約一晚的一夜情 然後雙方的一夜情 沒有對價關係 沒有金錢的交易 可是對方可能說 因為你一晚要開多少錢 然後他對方可能只是舉個玩笑話 順便一晚三千就好了 然後就可以讓證據了 所以他不需要實際的這種所謂的性交易的行為產生 這樣子就可以抓走了 這樣就可以認為他是犯罪了 是這個意思嗎 對 講話都必須要很小心 就是玩笑是不能夠隨便亂開的 對 所以他其實有點像是文字語 對我覺得那個條文 所謂兒童級性 現在是兒童級性過去的防治條例的第四十條 最大的問題 對 只要你有意圖 我必須如果開個比較極端的玩笑 我如果在我的Facebook上 我自己的牆面說 我好想殺人 是沒有法律可以辦我的 你懂我意思嗎 我說我想殺人這個意圖 沒有法律可以辦我 可是我在 也許在公開的頁面說 我想我缺錢 我想要被援 我想有人包養我 那個條文可以抓我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樣子談下來 恐怕他所影響的 是所有跟這個法律 特別是18歲以下的 被認為是兒少的這一群人 他可能都會類似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在過去台灣的民主政治的 這個發展過程當中 很多人努力的在推翻 所謂的刑法100條要去修正 因為刑法1台條 沒有所謂的意圖顛覆政府的概念 如果你意圖顛覆政府 你可能當時就被判是唯一死刑 那現在當然不是一種 現在當然不會是判唯一死刑 就是這裡面的那個背後的價值跟精神 對言論自由 對於思想自由 或是對人的意志的這種自由的侵害 恐怕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頭來 再談相關的議題 就是警察在用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手法的時候 其實現有的法令當中他出了什麼問題 而這個法令有什麼樣的修改的這種必要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元載報新聞 統治大遊行在10月29號登場 在遊行舉行之前 民進黨立委以行動來表明支持同志 他們在10月24號宣布 聯署提出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推動同志婚姻合法化 參與這次提案 聯署的立委超過提案門檻 法案已經順利送出 而在10月26號 多個民間團體帶領9個同志家庭 拜會立法院各黨團 希望藉由同志家庭的真實處境 讓更多立法委員理解同志的遭遇 支持平權修法 10月29號同志大遊行的主題為 打破假友善 藉此點出 社會在高喊不一樣又怎樣的同時 性別歧視的態度還是不斷出現 希望促進各種議題和族群間的對話 認知差異深化同理 才不會只是口頭說說的假友善 10月27號凌晨6點 高雄市政府以大型機具 強制拆除高雄市全國菜市場 本來剩餘的六戶拆到只剩一戶 不滿市府突襲拆遷 高雄市國菜市場 不易徵收住戶自救會會長吳富雄等人 在總統住家前的人行道上 延續在高雄的絕食抗議行動 他們的訴求包括 總統應該出面接受人民的陳情 要求平等公開協商 以及合理的安置方案 解決破千爭議 而對於清晨的拆污行動 農業舉責強調他們是依法行政 10月27號立法院衛環委員會 因為一例一休修法 確認議事錄再次爆發衝突 民進黨當天一早動員佔據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主席台 9點一到就搶先宣讀 一例一休法案出審通過的議事錄 民進黨籍招委吳玉琴 在確認議事錄過程中 因為程序問題引發執政黨 及在野黨立委口角和肢體衝突 國民黨立委陳一鳴受傷送醫 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則落淚 直一總統蔡英文與民進黨的 國會改革陳一 而在當天晚上 為了抗議民進黨的強硬做法 社運人士王一凱號召網友 集結在立法院外抗議 要求一例一休的勞基法修正草案 退回程序委員會 還給勞工七天假 他們與大批警方在外對峙 雖然人群幾度翻越圍牆 但都被警方擋下 直到晚上11點他們宣布解散 歡迎再次回到 燦燦時光惠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燦時光惠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期PN 公民行動引進入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路視訊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期PN的網站會直播 之後會在公布的網站 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剛剛在我們的大員仔當中看到的一個 我想長期關心惠客室的節目的朋友 或者是事實上惠客室的團隊的 這些工作人員應該都是一個非常大的 這種所謂的痛或是一個不捨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高雄果菜市場在前幾天 在禮拜四的時候 就是凌晨幾乎已經 高雄市的警方已經進去 把所有的製救會 還有當天的那邊的 所謂的住家全部拆光 而這個拆光的之後 他們其實本來就打算到 蔡英文家前面去絕食 我想這是一個讓大家非常非常傷痛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一直覺得 在民主政治當中非常重要的是一種溝通 或者是傾聽民眾的意見 在這個程序的過程 徵收程序的過程中 非常非常多的瑕疵 但是我們看到高雄市政府 非常質疑的要去做這種所謂的拆除 我想我們必須要表達我們非常大的 這種所謂的不滿跟憤怒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要跟大家談的是 有關於警方辦案 然後釣魚同志的問題 在我們節目現場 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同時諮詢二縣的執行長 葉芒 葉芒你好 大家好 館老師好 葉芒我們剛剛有談到 在兒童性少年法裡面的 兒少法第29條裡面 特別有這一個所謂的釣魚的這一件事情 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請你多談一下 這個法的本身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有什麼樣的爭議呢 那我們也知道現在正在進行相關的修法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這個修法是修得比較好 還是修得比較更糟呢 其實那個條文的本身它的內容 其實就有引起滿大的爭議 它其實是所謂的暗示他人 或是散佈相關訊息 促使他人從事性交易 所以它其實簡單說 它就是你只要在網路上隨便講說 我想要被包養 我想要圓交 其實那就是違法 對因為你就是暗示他人 然後跟你從事性交易 那現在有在修法 然後據我所知 新法裡面它是寫成說暗示他人 原本的那個暗示他人 它變成暗示兒童及青少年從事性交易 所以他把那個對象限縮為未滿18支人 對那我覺得實際上在警政署的狀況 它的確也在他們的所謂行政命令 或是公文函事裡面有提到說 如果網友們他可以確認 他傳遞的資訊的那些對象 都是成年人的話 其實應該就沒有違反這個法令的狀況 對那我想很多民眾或是管老師也知道 其實現在很多的網站也都會顯示 標的自己是限制級 對 特別是他覺得他要是限制級的時候 那可是我必須說 我遇過一些求助的當事人 他其實上的是限制級網站 然後就是進去的時候要點選我年滿18 可是這樣的東西 其實有些檢察官會覺得 你沒有辦法證明 那裡面的所有的網友都是年滿18的人 那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 這件事情變得說 好像警察官認為 我必須說那可能是網路分級的問題 然後網路分級的詬病 或是他的某些疏漏的這些責任 竟然被放在這個所謂的當事人 或一般民眾身上 我覺得是蠻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法的本身 其實問題非常的多 特別是剛剛談到 他會去用這個 你自己去聲稱你自己是不是18歲 但是其實這又是 剛剛有提到是一個整個分級制度的問題 但警方檢警好像又不太會去管這些部分 那我們表面上面看起來 台灣的這種所謂的同志的權益 好像已經受到非常重大的這種聲張 甚至這個所謂相關的平權的法案 我們看到執政黨立委也是表態支持 可是這樣看起來其實在很多表面上面 可以假設真的可以同志婚姻合法化 可是背後還有很多陰暗的角落 或是有很多在這個主流的價值 邊緣的這些同志 恐怕還面臨到更大的這種所謂的挫折跟傷害 特別是以我們今天談的這樣的一個釣魚的個案 或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來看 我不知道夜盲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就是如果方便的話 就是有什麼樣你們曾經接觸的個案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對他們的身心的狀況 或是他們的自我認同 甚至他自己的未來 其實都已經受到非常大的這種挫折跟打擊 其實我們遇過 我真的陪過蠻多當事人 然後他們在做筆錄的 通常都是在筆錄完之後打電話過來求助 對然後結果隨便舉個例子 我遇過一個當事人 他就做完筆錄之後打電話過來求助 就是哭了很久 然後開始跟我討論說 他很擔心就是被家人知道 那因為警察說或是檢察官說 事後會寄一些所謂的法律文件寄到他的戶籍地 對那你可以想像 他可能同志身份並沒有讓家人知道 然後後來他的確想 他的確真的就也沒辦法 不小心的就讓家人知道了 對那 除了被知道是同志身份之外 還家人可能更擔心的是他還涉及了法律案件 而且這個法律條文老實說他名字還真的 污名很高 所謂叫做兒童級少年性交易 換句話說好像我涉及這個案件 是我要跟兒童級少年從事性交易 我想那個道德感或是污名其實非常高的 那可是我像我遇過的這個當事人 他其實真的只是在網路上想要 找一個晚上的性生活這樣講好的 也許就是所謂大家比較藏青道的夜情而已 他並沒有要性交易的對象 他要找點事情班的成年人 對那後來他就其實苦苦哀求之後 檢察官派給他的狀況是還起訴 對還起訴 那那還起訴過程他也非常擔心自己 會不會不小心在做錯了什麼事情 導致那個還起訴被撤銷 對然後我知道他後來還因此身心狀況不太理想 所以跑去看了諮商 心理諮商 找了諮商是陪伴他好一陣子 對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一般民眾會很難想像說 我覺得一個只是想要上網約 老實說他只是想要找一個 一個晚上的性生活的這樣子的同志朋友 然後遇到這樣的情境之後 他甚至像我那個服務的對象 他甚至後來他也非常擔心 他職場上會不會有人知道 當然這件事情一般來說是不會 不用讓公司職場 公司職場不應當要知道 可是他還是會有很大的焦慮感 擔心他的職場上的同事或是主管 會不會因此知道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焦慮跟擔憂跟恐懼 其實是在他身上維持蠻久的 對 在這過程裡面其實有時候警方會覺得說 就像我們剛剛談到說如果你沒有犯罪的意圖 你根本就不用擔心 而且這對警方來講 他可能只是一個純粹的這種所謂的真案 偵查的這個技巧 另外部分其實從警察的角度來講 也許我們可以試著從他的角度來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警察 他是有壓力的這個業績的壓力的 會不會他們覺得說我在網路上面 我在我自己的辦公室裡面 我自己在手機裡面 我就上網去PO幾個字 其實我就可以去誘補到這個所謂的可能的犯罪者 那我自己的這種業績就會增加 所以這個背後其實是一個整個一套的這種所謂的警政的業績的問題 或者是他們怎麼去獎賞制度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是的 因為就我們所知其實在早些年前 基層員警業績壓力其實非常大 然後當時其實警政署的狀況是告訴基層員警說 你只要做這警察釣魚 這樣子所謂用到他從事新教育的案件 你大概抓到三到五個 你大概就可以升等了 那你可以想像這樣子 而且重點是所謂的業績是 你不用你只要請他來做筆錄 你不用請他所謂他真的被起訴了 那才叫做真的證據 對所以其實對基層員警來說 我只要抓在網路上釣魚 然後坐在辦公室吹冷氣 你可以想像其實基層員警一定都做這件事 那相較之下他就不會去做那些可能對我們來說更為重要 譬如說可能去抓所謂的在路上抓一些強盜 或是小偷或是所謂公共危險或殺人放火 這類比較造成他人具體傷害的比較重大的刑案 那我覺得這個的確是在當時引起很大的詬病 對那後來這樣的業績稍微有調降的一些 所以我們目前所知其實基層員警在 而是29條這件事情的業績壓力現在沒有像當年那麼大 不過00星星還是會有還是有業績的 所以他們還是會抓這樣的案件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法律上面有問題 在整個的這種警政的這種所謂的獎懲制度上面 恐怕也會去做某種的這種引導 因為坦白說你在這個辦公室裡面吹冷氣然後上網 就透過這一種在聊天室裡面聊天 就能夠得到這個業績的這個做法 真的是比去外面抓小偷或者是去破獲可能更大的黑幫 跟這個所謂的白道控制的這種所謂的一個所謂的賣淫集團等等 它是更容易許多 那當然我覺得更根本的問題恐怕也不是在這邊 而是在整體的文化 我們知道在警察的這個養成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陽剛的 或是比較所謂的男性兄弟氣質的這種所謂的文化 那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很多的警察的聊天的過程當中 對於所謂的比較娘的男生 或甚至對於比較同性戀同志的朋友 其實也就充滿了歧視 這些歧視也反映在剛剛夜盲提到的在 偵訊的過程當中這些都會顯露出來 我不曉得在你們自己的接觸經驗裡面 這種非常龐大的文化的這種氛圍 不管是從警察也好 或者是在這個檢察官的這個部分也講也好 是不是也會造成很多的問題的產生呢 我覺得那個的確 像我們其實現在開始偶爾會去對所謂基層員警 進行一些同志教育的宣導 對那當然這個跟政府的推動 所謂性別主流化政策有關 對那我們自己看到其實很多年輕 必須說很多年輕的基層員警 其實我們在演講現場或私下的認識 我們都聽到很多員警說 其實他自己私生活領域裡面 是認識很多同志朋友 對同志其實是非常友善跟開放 可是他也跟我們表述說 當他成為一個警察進到那樣子職場的時候 其實警察體制裡面他是非常強調服從權威 強調學長學弟 這些比較是科層跟權威性質非常強的職場的氛圍的時候 其實就像我剛剛提到 如果一個同志朋友來做筆錄 然後一個學長在旁邊言語或嘲諷 其實很多年輕的員警他身為一個學弟 我們甚至跟他們討論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他們其實很難在那個當下做一些所謂 也許幫忙擋一下這些話或這些轉圜的餘地 我覺得那個是我們遇到很多年輕員警 跟我們私下表達 其實他們事實上私下是友善 可是在那個職場上他無法做這些事情 所以就可以看 所以你可以看見其實我覺得那個警察 其實怎麼樣子對同志更友善 甚至不要講同志 怎麼樣對女警可以更友善 其實我覺得那都是一個很還需要很大一步的努力的空間 因為其實女警現在警察體制裡面 其實他們也是常常被歧視的 他們其實在職場氛圍裡面也是常常是不被重視 甚至會有一些約於嘲諷狀況出現 對 那至於剛剛管老師提到的檢察官 或是司法人員那邊 其實現在司法人員的養成教育裡面 是開始有一些性別的課程 然後的確有時候有開始放入同志議題的課程 不過我必須老實說 其實如果大家對法律系統熟的話 或司法系統熟的話 他們其實對同志朋友真實的處境 或者說當一個同志當事人 他遇到進入司法流程 那個擔心出櫃的害怕跟恐懼 其實很多司法人員其實還不是那麼的理解 我覺得那個的確是也需要更進一步 而且其實還是要持續教育跟對話的部分 我想不管是剛剛談到整個獎勵系統 或是在整個背後的這種文化體系 其實都會讓同志的處境受到更大的這種影響 表面上面看起來台灣好像在同志婚姻合法化 已經逐遍著再往前走 可是在很多的角落當中 我們的同志朋友仍然受到在這個文化裡頭的 或是在制度上面的各式各樣的歧視 當然從這樣討論下來更簡單更重要的一個方法 就是那種不合一的法規 應該要立即的這種修正 這種不應該有的這種辦案的手法 都應該要立即的停止 今天非常謝謝夜晚來跟我們分享 你自己的經驗 也告訴我們這麼多非常重要的議題 希望下次有機會能夠再繼續的請教你 我們的節目就到這邊結束 下個禮拜空中再會 謝謝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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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千走 继续带去梦想